还是有人不能理解说 为什么二二八受害者的后代会投国民党 还是有人不理解说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去提二八 就是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我现在再完整的再阐述一次 就是说不知道历史的人会变成傻子 你不是为了你的祖先 也不是为了台湾 你就是为了你自己 你也得知道你们家族的历史 不然你就会变成傻子 就会被别人 就是弄得团团转你知道吧 别人把你当傻子耍 就是说你知道就是说 我一直有一句话说 忘记了历史就等于背叛吗 对我对这句话是不赞同的 我对这句话是不赞同的 因为我觉得背叛这个东西 还是一个人的主观的一种决定 对不对就比如说这个人说 比如说就是有人给我投稿 就说他的长辈实际上是 台湾台湾派 对结果呢 他的就是就是他的父母这一代 就背叛了 为了利益 为了利益 因为国民党执政了嘛 你有利益嘛 为了利益 就靠向了国民党 这种人 我不赞赏他们 但是 但是这叫背叛 你知道了吧 这才叫背叛 背叛的意思就是说 我为了钱 我为了好处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背叛了我祖宗的这个理想 这叫背叛 这叫背叛 忘记了历史 培养出来的人 都不是这种人呢 都是些傻子 都是些傻子 就是国民党 一毛钱都不用给他 国民党不用给他傻 他就被国民党支持的指哪打哪 指哪打哪 就这种傻子 比比解释啊 比比解释 为啥呢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历史 他不知道历史 我宁可一个人背叛 我也不希望一个人是傻子 你们知道吗 就是说背叛这个东西吧 它是 你只能说这个人良心不太好 这个人道德不太好 但是他是 就是说他至少是个人 他不是个工具 他不是 他不是一个 就是你指哪打哪的一个工具呀 他不是国民党的这个投票机器呀 对吧 你背叛的人 你还可以跟他讲道理 你跟他讲国际大事啊 你看一看国际大事啊 谁站在中国一边谁就倒霉 谁站在美国一边谁就有好处 对不对 如果你要好处的话 你要看清楚 对吧 民进党才能给你好处 美国才能给你好处 自由世界才能给你好处 你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你能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背叛的人 你能跟他讲话 你知道吧 你能跟他说 他想想可能也觉得挺对的 对 所以背叛的人你还能捞回来呢 傻子你怎么办呢 傻子你拿他没办法 因为你说啥他都不听啊 他的脑子就是一团江湖 脑子被国民党灌了 灌进去的全是水 那他为什么变成傻子 他为什么变成傻子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历史 他也不去想历史 他也不去思考历史 别人说啥是啥 别人灌进去啥是啥 国民党先灌进去了 咱们就再也灌不进去了 你知道了吧 你知道就好像一杯水 你知道吧 国民党灌了一堆污水进去 你这个水要是倒不出来 咱们的水就倒不进去 就是你得让他先恢复思考能力 你得让他先变成人 对 就是说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什么 读历史能够让人聪明 对吧 大概那个意思 原文文言文我已经忘了 就是 不读历史真的会变成傻子 尤其是你对你自己的历史不知道 你可以不知道别人的历史 你可以不知道法国历史 你可以不知道中国历史 你可以不知道美国历史 这个不重要 但你要知道你爹妈的历史 你得知道你祖父祖母 阿公阿妈的历史 你得知道 因为那个东西跟你连接起来 那个东西跟你连接起来 你在那一段历史里面得到尊严 得到力量 得到光荣 你知道吗 那个东西是至关重要的 就是一个人 他不能没有骨 没有骨头 一个人不能没有脊梁 一个人不能没有 没有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很多时候 是靠着你对你自己的宗族的历史的体会 和理解和了解而来的 你知道吧 就是说你不是个孙悟空 你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 然后你 你的人生 你咋做都没关系 你知道吗 你多么作践自己个儿 你多么的去糟蹋自己 都没有关系 不是那样的 你有爹妈 你有阿公阿妈 你有这个宗族传递下来的说 一个人 他光荣的活该是什么样 你得知道 你才不会自我作践 你才不会说 国民党让我干啥 我就干啥 这个投稿 就让我特别特别感动的 对 这就是他阿公 被枪杀之前的照片 对 对 然后他就 这是我第一次有人 给我发 他的家人 被枪杀之前的照片 这是 这是我 这是我第一次 就是我以前看到很多 都是网路上的资料啊 都是 这些 这些资料 那 然后这位朋友说 他阿公 就是被蒋介石判的死刑 那枪决前的照片 就跟刘马狗 15号演的一样 是笑着 微笑着 他说 那时候很多被枪决的 都是微笑着 那 死的 那他阿公的终审日是1954年3月 那 他阿公是1912年 出生 那 枪决日期应该也是1954年 那 那个时候呢 就是 这个投稿人的爸爸才17岁 其实还没成年 那 他说 他阿公呢 也不是异议人士 只是一个卖早餐的 参犯 那 到底为什么会被举报 也不太知道 那 这个 投稿人的这个爸爸 猜测 就是说 应该只是 有人把 传单 放在他阿公的摊位上 之类的 而主要其实是跟 那个 这个 举报的人 有一些争执 就把他阿公给举报了 但是 当然我个人觉得 就是他阿公是 亲 台湾本土价值的 对 不然的话 你在那样的一个 形式下面 你在那样的一个 氛围下面 难道随便谁的传单 放到你的摊位上 你都 你都会愿意吗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很明确的 就是说 投稿人他阿公 他的这个政治的 这个 立场 我想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不然不会在 当时的那样的一个 恐怖的一个处境下面 他 他 他敢跟这个事情 扯上关系 凡是敢跟这个事情 扯上关系的人 心里不可能 丝毫都 都没有这样的 政治上的见解 嗯 那这 这还不 这已经不是 台湾人 傻乎乎的 相信 祖国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 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 那 说这个 他阿公 被枪毙之后 没多久 他阿祖 就在家里 上吊自杀了 就是 投稿人的爸爸 是第一个 发现 那个状况的 那一直到 七十几岁 还 回忆 有一次 就突然说到说 看到 这个脚在空中 微微摇晃的样子 然后 再没多久 那应该是 他阿公的妈妈 就脑衣血过世了 那一定跟这个事情 都是有关的 那 说 这个阿公的 弟弟 都躲得远远的 亲戚也都躲得远远的 那 这个 这个投稿人 这一个女生 他结婚后 要回娘家的时候 就穿着T恤 配休闲裤 那他婆婆问说 要不要穿漂亮一点 那他老公回他说 台北人没有邻居 其实是没有亲戚 没有亲戚 那 然后这位投稿人 他很早就教孩子 认识228和白色恐怖 教孩子不要用 中国手机和APP 说台湾绝对不能再被 独裁统治 对 很棒的一位朋友 我真的觉得不辱先人 不辱先人 那 对 对 但是就是我说的 你看到 就是英雄 他 他的后人 能够活成 我这位网友的样子 是很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的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这位网友 他内心深处 以他阿公为骄傲 你们知道吗 就是一个人 不是不能熬过苦难 一个人要在苦难中 能够清醒的知道 他们是伟大的人 他的祖先是伟大的人 他的祖先是了不起的人 他才能够清醒 他才能够不去怨恨 你们知道吧 就是 就是荣誉 光荣 这个东西 那是真实存在的 那不是被人发明出来的 然后 当这个荣誉和光荣 被玷污 被污名化 像二二八一样 就变成说 千夫所指 说你都不能提的时候 当你的家人 亲戚 都远离你的时候 就是你要那个荣光 被毁掉 被玷污掉 你就 你就失去那个东西了 你知道吗 你就失去那个东西了 你子孙后代 丧失那个东西之后 他就 他就变成国民党的一个 一个 就绕着国民党 团团转的那个 那个 那个投票机器了呀 所以说 当我们谈到说 为什么台湾人 这么多的投票机器 为什么就是 我在 我会遇到那种 说长辈叫我投谁 我就投谁 那种欢欢恶恶的人 那是因为 就是 就是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去想 对 我最痛恨的 就是这种 什么都不知道 也什么都不去想的人 就这种人 是最可恨的 这种人是最可恨的 就是你知道 就是台湾人 但凡他要是 哪怕想把台湾 做价 卖钱 卖给中国 他都知道 他不能把台湾 给毁了 他都知道说 你得把台湾 切金 切两 你慢慢卖呀 对不对 真正毁掉台湾的 是这种 昏昏噩噩的人 他们会把台湾毁了 他都不知道说 你要卖台湾 你得切掉台湾 一丝丝卖 你打包全卖了 你就完了 对 就是背叛台湾的人 他都明白这个道理 但这些 这些投票机器 他们不懂 他们不懂 你怎么让他们懂 你让他们懂 你就从 不停的 你去 你去 你去去找 这个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 不是说 说远远的 你听说过的 谁谁谁的故事 不是你自己身上的 这个东西 你祖先的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 是你的责任 是你的责任 是台湾的政府 有台湾的政府的责任 但是你有你的责任 这个事情 不是跟你无关 对 对 所以说我看到 好多给我投稿的人 是受害者 结果受害者的家族中 出了这种铁蓝 气死你 就这种人 能把你气死 Ocean说 抓匪谍政治犯 有业绩 你们看到 就是我最近看到 一个很好笑的 一个事情 就是有一个女生 因为男友 不会唱国歌 而怀疑 对方是间谍 拨打了中国的 国安机关 举报 电话举报 然后呢 就说 最终的国安机关说 不会唱国歌 不能作为 判定间谍的依据 沐尘武德电 我看过呀 我听过 我还蛮喜欢的 那也是闪灵乐队 我唯一能听的 剩下的都太 重金属了 我没办法 没有那个水平 欣赏不来 那我还 我还很喜欢 听和韵诗的 你们可以去听听看 就是和韵诗的 和韵诗唱 沐尘武德电的 那个版本 我也很喜欢 也请大家 多多的去看 这些故事 那因为 很多很多 这些故事里边 实际上是能够 激发你的 很多记忆的 你们知道吗 就是你们记忆中 边边角角的 有些东西 你忘了 但是其实 你会被激发出来 比如说我看到 有一个特别 可爱的一个事情 我跟你们讲 就是 有人在投稿中 提到广播 这个事情 外媒也报道过 就是广播在 228事件 扮演的作用 非常非常大 就是在台北 那台湾人 用广播 向全台通报 然后全台湾人 才知道有这么个事情 广播 在228事件中 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作用 那 然后呢 就是有 就是因为 有投稿里面 提到广播 就是说 听到了广播 然后呢 就去 左手拿着武士刀 右手拿着大喇叭 就是出去 号召台湾人 取来反抗 对 有朋友 看了这个故事的时候 给我留言 突然说 说 就是他爸爸 说小时候 知道很多 从南部 搭火车 或客运 拿着武士刀 菜刀 上来台北支援 的事情 就是他爸爸 偶尔给他提了 这么一句 他要没有 看这个故事 他就想不起来 你们知道了吧 他想不起来 因为那就是 那就是人生中 就提了那么一句 你要搜刮 自己的脑海里 所有的 那个 那个边边角角 你才能把这个事情 拿出来 但是拿出来 拿出来这个事情 它就是个印子 你再去问 你再去想 这就是我说 没有一个台湾人 可以说 自己跟228 毫无关系 你一定有的 这么大的一个事件 席卷整个台湾的 这么一个事件 你怎么可能 丝毫关系都扯不上 如果扯不上 就是你没想起来 或者说是很遗憾的 就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人 已经过世了 对 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就至少 就是随着228 时间越久远 你就越没有希望 把它想起来 所以说大家就要 抓紧时间 多读一读这些故事 多想一想 多问一问 对 就像我说的 这不是为了台湾 也不是为了228 这是为了你自己 为了你自己 和你的子孙后代 不会变成个傻子 不会变成傻子 就是你们家族的故事 它在最关键的时候 能够帮助你 支撑起你的脊梁 对 那是你身为人 最核心的 谁来都打不垮 谁来都抢不走的 那个东西 那是 那是 那是从你的记忆中来 从你家族的历史 从你台湾人的光辉的 英雄的历史中来 那个东西 谁也夺不走 国民党 其实它没有夺走 国民党 它没有夺走 它只是骗你们 你知道了吧 它骗你们呀 它抢不走的东西 它就骗你说 你没有 你知道了吧 就是你们家 有一个金条 它抢走了 但是这个东西 它是抢不走的 因为它是 它是无形的 它抢不走 那国民党抢不走 它怎么办 它就骗你说 你没有 知道了吧 然后你还以为 你真没有 你要以为 你真没有 你就是个傻子 你就被骗了 我也未经验 谢谢观看